这是一架必须向西飞行的末日航班 因为太阳发生变异 所有被阳光照射到的人都会瞬间死亡 这时机长发现了 闲窗上竟然出现一个弹孔 机长认为很可能是刚才在地面时 被那三名士兵开枪追赶打坏的 为了稳定机上乘客们的情绪 机长表示只要观众点赞越多 外面的玻璃也就越厚 让大家不用紧张 但为了不被太阳照射到 他们只能继续向西飞行 就在这时 他们竟然收到了另一架飞机的无线电 众人这下开心坏了 这代表着他们还能和外界取得联系 对方告知机长 在夏威夷的地底下藏着一个水下基地 那里可以阻挡太阳光的辐射 于是机长擅作主张 立马改到夏威夷 这一举动让少校十分不满 他表示应该由众人投票决定 而不是擅自做主 就在这时 飞机的补助动力装置连续发出警报声 但片刻之后又消失了 机长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 这两次的警报声显然都是假的 很有可能是起落架上藏着一个人 他猜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 在飞机起飞时不断追赶的士兵 机长来到客舱 把这件事告诉了乘客们 表示如果液压系统被士兵破坏的话 那飞机的轮子就无法放下 这样会导致他们无法降落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观众多点赞 从而抬升飞行高度 这时外界温度会不断下降 空气也会变得稀薄 没有点赞的士兵肯定会晕过去 这时再放下起落架 士兵自然就会掉下去了 可百密一书 他们忘记了那块受损的玻璃 当黑妹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巨大的压强拆时的玻璃瞬间破裂 飞机失去平衡开始剧烈晃动 机长不得不收起起落架降低飞行高度 技师急忙找到一块铁板堵住闲窗 这才暂时稳住了局面 可病重的小帅却有了大麻烦 他的呼吸器在混乱中被吸出窗外 导致病情开始加重 一旁的大山赶紧拆掉氧气管 用刀扎了两个孔 做了一个简易的呼吸装置 这才缓解了小帅的病情 可这时警报声再次响起 机长发现士兵正在靠近液压系统 因为外界温度过低 他很可能是想靠近那里取暖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派人去仓底把他弄下去 少校带着技师和大山来到飞机底部 用焊枪切割出一个洞 可下面黑漆漆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底下的士兵伸出一只手 死死抓住少校的枪响爬上来 几人不断争强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大山一把抢过手枪 给士兵发了便当 这下子终于解除了隐患 可当他们返回客舱时 所有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大山 男人上一秒还是解救众人的英雄 下一秒却成了众人口中的杀人犯 原来就在飞机刚刚停靠地面时 胡子哥看见大山用刀切开了小伙的胃 然后取出了里面的钻石 面对众人的审判 大山没有掩盖自己的行为 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原来这些个是更加珍贵的蓝宝石 那个小伙只是他的雇佣 他本想通过人体运输的方式 可没想到他操作不当 最后反而害死了自己 尽管大山不停解释小伙的死与自己无关 但众人认为大山的做法 和三名士兵没有本质区别 经过点赞评论收藏后 他们决定暂时把他锁在舱底 很快飞机再次降落补充燃料 技师修复了破碎的玻璃 接着商量怎么处置大山 有人提议把丢这里让他自生自灭 可这时少校发话了 原本和大山针锋相对的他 此刻却为大山求起了情 他表示如果不让大山同行 那么就不会为众人指引避难所的位置 原来他在偷听到太阳变异的同时 也听到军方有个紧急避难所的消息 他们只需要再次飞到比利时 就能查到避难所的具体位置 一听有活下去的希望 众人纷纷同意大山可以同行 飞机再次起飞 这时教授告诉机长一个不幸的消息 太阳变异不仅能杀死人类 还扰乱了食物的DNA 也就是说他们在地面收集的食物 此刻都不能再食用了 他们即将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 最后机长决定暂时隐瞒这个消息 然而不久后 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颠簸 小雅回到驾驶室查看情况 却发现机长刚才昏睡过去了 显然长时间的高度紧张 已经让他疲惫不堪 即使这样 机长表示自己还可以继续工作 没办法小雅只能找来两人 强行将机长抬到了客舱 机长痛苦地躺在地上 表示客舱里有点热 随后便走进了卫生间 可半个小时过去 机长却还没从里面出来 众人一下子慌了神 这架飞机飞了20小时 众人才察觉机长竟然不见了 黑妹突然反应过来 机长已经进去半小时还没出来 众人赶紧冲了过去 技师刚打开洗手间的门 这才发现机长已经昏死过去 黑妹检查后表示 机长是因为劳累过度 和伤口引发的浓毒症 才导致的昏迷 而罪魁祸首就是少校开的那一枪 黑妹告诉众人 机长的情况需要尽快迫降进行手术 可眼下只有机长才会降落操作 没办法众人只得寄希望于小雅身上 可小雅却觉得众人在开玩笑 表示自己从没开过课机 根本就不会降落这种复杂操作 教授提议可以边看网课边操作 好家伙这是真的在玩命啊 就这样小雅只能按照技师的转述 一步步操作飞机慢慢降落 可教学视频是根据不同场地 以及不同天气情况制作的 这下好了大家一起玩拖了 或不担心发动机也开始发出警报 提示燃油即将耗尽 机身在接触地面的时候 发生了剧烈抖动 小雅让技师通知众人做好撞机准备 最终还是凭借优秀的应电能力 让飞机平安着陆了 当小雅走出驾驶室时 众人都为她的表现纷纷喝彩 小雅收拾好激动的情绪后 开始给众人安排接下来的任务 此时距离日出还有两个半小时 她让黑妹带着机长去医院做手术 接着让大山和少校去找避难所的信息 技师则表示自己要留下来检修飞机 他们明明在之前降落时加满了油 可刚才降落时却提示燃油不足 这时教授突然反应过来 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猜想 既然食物被阳光照射后不能食用了 那么燃油有没有可能也产生了变异呢 这下好了飞机虽然安全着陆 却有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 难道他们的逃亡之旅到此结束了吗 关注点赞支持一下 汪哥马上为你揭晓 请不吝点赞支持一下